今天我国公布的CPI和PPI数据都是超预期的 同比的增速还提高了 好事啊 好消息就是数据出来以后呢 我们人民币是有升值的 但是为什么股市当天还是冲高回落继续跌的呢 原因就是这次数据并不能说我们是恢复消费信息的 或者说走出了通缩的魔咒了 首先这个月物价超预期是有一点特殊的原因 那就是大家知道今年7月我国旱劳各种的自然灾害那是频发 这对尤其是农产品的价格具有不小的影响力 尤其是在CPI分量很重的猪肉的价格 同比可是大涨了20.4% 所以一次性的自然灾害造成的物价上涨 肯定和居民积极消费带来的通胀不一样 对吧 其次去年CPI呢 基本上都是附属低基数 去年到今年发了这么多钱呢 也只有这么少许点的CPI的增长 只能说钱其实呢 并没有进入居民的消费了 而且PPI的数据呢 也还是附属 大部分专家呢都还认为今年内啊 PPI转正是有点难度的 这也再次说明 目前国内的有效需求是不足的 居民的消费呢可能会继续成样 所以大家信心不足嘛 最近大家都看到了吧 国家呢在打压国债的价格 甚至还动用了行政手段 调查一些银行杠杆买债 操纵市场的行为 其实就是想把钱呢 从债市里面挤到股市里面去 债的这两天的价格啊 也是大跌的啊 但是大家的钱不去债了 也还是不愿意投到股市里面哦 股市就还是起不来 大家不跟国家这个大庄家走怎么办啊 什么时候才能恢复信心呢 我看呢还是得国家真金白银的 来发钱刺激消费 或者直接拿钱推股市才可以 大家觉得呢 最后啊顺便说一下 CPI的细节上看啊 这次呢也不是完全没有消费变好的地方 大家看同比涨幅最高的是最后这一下 叫做其他的用品和服务 这是什么 我认为核心有三块 一是机票 酒店这些啊 这块配合 现在暑假的旅游旺季呢 需求是有起来的 价格也涨起来了 好事儿 二是保险啊 尤其是汽车保险 这块呢 起来呢和国家已旧换新推高 新车尤其是新人员车的销链有关 总之汽车消费这块还算不错啊 第三呢就是 伴随着黄金的涨价 黄金首饰呢 这些购买的需求也是起来的 当然黄金这块的需求起来呢 更多的反映了 可能是投资的需求 而不是消费的需求 大家觉得呢 没关系